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开脱花苏 哄花天典 9月27号至10月17号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3号星期二 炼贤节千佛 持战处罪一千节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6号星期五 10月6号星期五 瑟拉节四 上午9点半 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 上午10点半 海桃法师开示 下午 阎共急放生法会 10月7号星期六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战处罪九十节 印度 龙德寺 全天法会 10月10号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 比丘尼四月 及燕贡 10月11号星期三 仁登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身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印度 铁丘仁波切四月法会 10月12号星期四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战处罪一千节 行天王爷千秋 印度 铁丘仁波切四月 慈贝师时 即铁丘仁波切开示 广泽尊王大业 拥有 曾奥参加 阿密豆腐 绝照您的 佛性波热 欢迎收看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三 能净除业障 仁天赞叹的福善 柔软雨的功德 以柔软雨 令众欢悦 容色宽和 使它轻负 恒以柔软言 终至入人心 厚雨功可重 闻者莫不爱 即会做论意 如事言得中 后事得便和 欲识人乐听 成就柔软雨故 能起大慈悲心 诗与爱语 得泛音声 诗柔软雨 得嘉林平且声 于众生 于众生中 常柔软雨故 得泛音像 常说柔软雨 远离于恶口 众生所爱乐 能灭先世业 常以柔软雨 爱念于群生 以真实相应 当得为天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饮酒的功德 不饮酒的功德 佛言 人于世间不饮酒醉 从不醉得武善 何等武 一者 传言上世 尽见掌力 语言不谬误 亦是患如意 二者 家世修至 常有余才 三者 家借求礼吉德 亦为人所敬爱 四者 得上天 亦为诸天所尊重 五者 从贴上来下 身世间洁白自喜 辖会小事 皆从故事宿命 不饮酒所至 慎莫饮酒 若人于此世 远久离迷乱 强制不忘物 亦便得无益 若人不饮酒 安住于正念 尝出真实言 献获于安逸 去离于醉酒 修行场清静 后世不迷婚 得利内明慧 兼顾不迷乱 无饮酒妄言 出语常真实 获名闻安乐 优优独播剧场 不贪欲的功德 龙王 若离贪欲 既得成就五种自在 何等为五 一 三也自在 诸根聚足固 二 财物自在 一切愿贼不能夺固 三 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勿皆被固 四 王位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献故 五 所获之物 过本所求百倍殊胜 由于习时不迁及故 世为五 若能回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尘佛时 三界特尊 皆供敬仰 三菩提者 一切愿贝 三菩提者 三菩提者 二十三菩提者 四 王位自在 三菩提者 三菩提者 敌贪求心而行尸故 偿付财报 无能侵夺 一切所有 稀以慧舍 性解兼顾 具大威力 比离贪者 于现在世 一切财物 及珍宝等 皆兮丰饶 无人侵夺 若往往等 尚不起心 何况富有偷盗解脱 若有姻缘 漏失财物 他人得者 彼则如亲 还送归之 彼人偿富 财物不离 常不为他之所破坏 生坏命中 折身善到天世界中 既身彼翼 天 阿修罗 共相斗争 彼阿修罗 无能圣者 不可杀害 无能令部 不为他人 一切天子 皆兮爱乐 心生怜悯 又不可说 可爱牲畜 色味相识 若愿出世 敬白无漏 禅定道果 三种菩提 随愿而得 如前所说 优优独播剧场 修习贪欲 或十种功德 何等为时 一者 生根不缺 二者 口叶清净 三者 亦不散乱 四者 得圣果报 五者 得大富贵 六者 众人乐观 七者 所得果报 倦属不可破坏 八者 常与名人相会 九者 不离法生 十者 身怀命中 得生善道 诸人者 诸人者 世民 休息 贪欲 得十种功德 若能以此 休息 贪欲 善根 回向 阿尿多罗 三秒三 菩提 世人 不久 得无上志 彼人得菩提石 与彼国土 离于魔怨 吉诸外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男子 菩萨摩赫萨 修大涅盆 为妙经典 为阿尿多罗 三秒三 菩提 度众生 故 远离贪疾 以此善根 愿诸佛土 一切众生 无有贪疾 脑害 邪见 以此誓愿 因缘立故 于未来是 成佛之时 谷土 所有一切众生 稀无贪疾 脑害 邪见 善男子 菩萨不迁贪固 不生恶鬼之中 身其中者 即受赤顺饥饿 苦恼 为离贪人 大富断絮 无有事处 若不断絮 私有事处 若不贪疼 未曾起求想 所生心安乐 尝得天圣财 云无贪疾 云无贪爱 仓库 果实 充满 具足 具足 Zither Harp 不称慧的功德 懂王若离称慧 即得八种喜悦心法 5.得圣者慈心 6.常做利益安重生心 7.身相端严 纵供尊敬 8.以何忍故 素生范世 视为八 若能回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尘佛时 得五爱心 观者无厌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世间如果有佛法 众生才能够以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把佛陀的正法 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也希望各位呢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的是 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 到处去邀请人家来 收看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到我们家里来收一百块 一个月收一千块 这些大菩萨 我们看到他 他就是生命菩萨 赞叹他 但是也希望各位呢 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 为什么 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 做得更好 更好的内容 那么全世界的友情生命啊 放生啊 戒杀啊 失食啊 救流浪狗啊 帮助每一个人学谱啊 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 内容的广大 所以各位呢 不断的来护持 投入生命电视台 我们买更好的机器 制作更多的动画 漫画 弘扬到全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得救了 所以生命电视台功能 也太大了 各位护持的功能更是大 所以随时护持关系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八关灾戒 祭礼拜慈悲三倍水灿法会 勾请战时法师主法 日期 日期10月29号星期日 上午9点 地点嘉义慈悲湖 地址 嘉义县中普乡和路公馆70-56号 联络电话05-225-5888 05-216-6700 法会备有消灾 超键排位供大众填写 上午8点 于嘉义车站 讲堂及中心备有接驳车 请事先登记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岔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魔河保 religion 菩萨摩赫萨 浅 优独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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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计前嫌的老狗 在一个城镇的路边 有栋两层楼房子 这是老罗的家 老罗在一楼开了间小商店 每天他都会带着他那只养了多年的老狗一起做生意 过几天 我过几天我会进几瓶好酒 过几天我会进几瓶好酒 到时候你可要来买瓶尝尝啊 那是一定的 老罗 这只狗的年级不小了 还记得多年前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就来陪你一起看店了 是啊 有这只狗的时候 我的儿子才二十几岁 现在我都要当爷爷了 什么 你要当爷爷了 是啊 我媳妇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哎呀 那可要恭喜你了 再过几个月你就能抱孙子了 然而 老罗的媳妇非常讨厌狗 尤其对老罗养的这只老狗 更是讨厌到了极点 爸 这只狗怎么又跑进家里了 这里是他的家呀 他从小就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 已经习惯了 我现在可是怀孕啊 医生交代说 我不能太靠近狗 这样会对胎儿不好的 爸 为了你的孙子 以后就别再让他进来了 多多 对不起了 看来你以后只能睡在门口了 为了即将到来的孙子 老罗只好在商店门口给老狗搭了个临时的狗窝 让他睡在外面 哎呀 老罗 你怎么舍得让你的这只宝贝狗跑到外面睡呀 唉 我也没办法呀 媳妇怀孕了 说不能和狗距离太近 所以只能委屈他一下了 几个月后 老罗的媳妇生下了一个男孩 媳妇以狗身上有细菌对孩子不好为借口 依旧不让老狗进到家里 亲爱小宝贝 叫妈妈 拜托 老婆 小孩才一个多月而已 哪能说话呀 你看 他这不是在学着教吗 我的宝贝是最聪明的 多多 对不起啊 我媳妇说你身上有细菌会传给我的孙子 看来你还要在外面住一段时间了 过没多久 老罗突然得了重病 住进医院 没有了老罗的庇护 这只老狗经常遭到媳妇的毒打 儿子 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爸 医生都说了 你这病不能急 还要再多观察几天 唉 我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 也不知道多多他怎么样了 爸 你就别担心多多了 我老婆会好好照顾他的 你这只脏兮兮的狗 还不给我滚远一点 否则 我见你一次 就打你一次 啊 他再这样打下去 这只狗会死掉的 不行 要赶快阻止他 年轻人 别过去 没用的 我们都曾去劝阻过 可是我们越劝他就打得越凶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只狗是做了什么事情吗 要不然怎么会被打得这么凄惨啊 这只老狗很怪 怎么会做错事 他只不过是想见自己的主人 忍不住叫了两声 就遭到老罗的媳妇一阵毒打 是啊 老罗的媳妇非常讨厌这只老狗 说什么这只狗的叫声吓到他的孩子了 唉 这只狗也太可怜了 年纪这么大了 哪还能承受这般虐待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了 快给我滚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都那样打他了 他怎么还跑回去啊 我想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开 是因为他想等他的主人回来吧 是啊 他每天都看着路口 他是在等老罗啊 这天傍晚 老罗的媳妇见孩子在床上熟睡 他便急着出门去买菜 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小林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哪里呀 我今天忘记买晚上要煮的菜 我老公就快要回来了 我要赶快去市场买点菜 那你的儿子呢 他在房间里睡觉呢 没关系的 我马上就回来了 瓦斯鲁的火被喷出来水给熄灭了 散发出大量一氧化碳气体 而房间里的门窗是紧闭的 这样一来 屋子里的小婴儿就会阴氧化碳中毒 啊 你这只可恶的狗 竟然趁我不在家 跑进屋子里 咬我的孩子 看我今天 我打死你才怪 打死你 打死你 老狗被打得奄奄一息 媳妇见他倒在路上一动也不动后 才抱着孩子走进家里 讨厌的狗 你死了算了 哎呀 好浓的瓦斯味 糟糕 我都忘记炉子上还烧着开水了 如果我的孩子一直待在屋子里 就会一氧化碳中毒 难道是那只老狗浑到了瓦斯味 才把我的孩子带出了房间 莫非是那只老狗救了我的孩子 咦 那只狗呢 它伤得那么重 会跑到哪里去呢 老狗拖着全身是伤的身体 来到了医院 此时天已经黑了 它也没有力气再走了 这好像是嘟嘟的叫声 对 是它的叫声 嘟嘟来了 爸 这可是医院 怎么可能让狗跑进来 你一定是听错了 不 我听得出来 这是嘟嘟的叫声 快 快扶我下去看看 儿子没有办法 只好搀扶着父亲逗楼下 哎呀 多多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呢 狗狗这般不计前嫌 真心待人的赤子之心 是我们人类远不能及的 人类有时候真的应该好好向它们学习 多多对不起 我做错了 请你原谅我 真的对不起啊 不吃羊的老虎 亡民公园是观赏牡丹花的最佳去处 因此只有在赏花期间才会有大批游客 在亡民公园里北边是动物园南边是花园 过了赏花期的公园只能靠动物园来招揽游客 但是来这里看动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唉 这个公园真无聊 只有花季时值得来看牡丹花 平日来也只能看无精打采的老虎 对呀 看看这只老虎 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看啊 人工饲养的老虎已经没有野性了 即使把羊丢进去 它也不会去吃的 唉 我们公园只有在花季才有比较多的游客啊 现在仔细想想 还真的没有什么能吸引大家来呀 园长 我看这样吧 不如我们想一些新点子来吸引游客吧 新点子 是啊 刚刚的游客不是说园区里的老虎没有野性吗 不如我们就让老虎表演吃活羊吧 老虎吃活羊 嗯 这个点子不错 我想应该会吸引很多游客钱来观赏的 就这样 王民公园入口处贴上了老虎吃活羊的海报 海报一贴出 立即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买票观赏 公园里的那只老虎真的会捕猎吗 还真是令我好奇啊 海报上写饿了三天的老虎捕食活羊 感觉还真的有点残忍 奇怪了 你觉得残忍还买票干嘛 就想看一下嘛 公园里的老虎从小就被迫与母亲分离 被人类圈养在笼中 为了让他恢复野性 饲养员让他饿了整整三天 此时的老虎显得非常暴躁 老虎现在状况怎么样 你可别搞砸这一次能吸引游客的机会啊 园长 请你放心 他已经饿了三天 现在异常暴怒 只要我把羊放进去 他绝对会马上扑过去将羊咬死 嗯 这样是最好的了 这么凶狠的虎就对了 游客马上就要来了 你赶快去做准备吧 嗯 老虎吃活羊的表演 沾得比牡丹花更有魅力 动物园老虎去的周围满满是游客 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准备观赏表演 哇 今天的人可真多呀 对呀 大家都是来看老虎吃活羊 这么精彩的表演 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 嗯 你看 那只老虎今天格外的凶猛耶 我有听说 他被饿了三天 好像是为了激发他的野性 没想到 这种血腥残忍的表演 竟然也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看 真没想到 老虎吃活羊这个表演 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人来观看 开始表演吧 最刺激的时刻 终于到来 一只母羊与两只小羊 从侧门被推入老虎区 各位游客 老虎吃活羊的表演现在开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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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还真的是三只活羊耶 看起来 它们应该是母子吧 你看 那两只小羊 一直跟在大羊身边 看来 它们是母子没错 哎 这三只羊 马上就要被老虎吃掉了 真的好残忍啊 买票的时候 你就觉得残忍了 那怎么还来看 现在你人都来了 还说什么残忍啊 这三只羊 与老虎的距离不远 老虎已经看见它们了 母羊也察觉出危险了 此时母羊转身用头 想撞开刚关上的门 却是徒劳武功 母羊此时知道自己 已经无法脱身 只能看着老虎 慢慢地向它们走了过来 这时有人惊呼 有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们看 羊开始害怕了 看这两只小羊 吓到脚都在发抖了 天啊 老虎就要过去吃它们了 母羊因害怕 而不停地站斗着 它的两只前腿 发软到跪在地上 不敢直视 朝自己走来的老虎 你们看 那只大羊 已经被吓得跪在地上了 哈哈 老虎看了母羊一眼 便朝两只小羊走去 看来 它是想先吃掉 这两只小羊 这两只走投无路的小羊 见老虎朝自己走来 立刻发出一阵阵 咩咩的叫声 这时候 母羊突然站了起来 很快地跑到小羊面前 转身挡住它们 身体也不抖了 四体扎定如注 眼睛瞪着老虎 你们看 这只大羊 在保护它的孩子 是啊 母爱的力量 真惊人 刚才还吓到 战斗站不起来 现在 竟然像个战士一样的 站在老虎面前 唉 母羊为了保护孩子 早就把自己的安危 置之于度外了 老虎啊 求求你 可别吃了它们呀 此时 围在老虎区的游客 渐渐安静了下来 它们紧张地 看着饥饿的老虎 一步步走向那只母羊 而母羊 毫无畏惧地 用身体挡住小羊 此时的老虎 突然愣了一下 这样的情景 让它想起了 它的母亲 老虎 老虎看着这只母羊 看着看着 竟然转身离开了 而那只母羊 在老虎走开后 就瘫软在地 两只小羊 急忙来到它面前 用头 一下一下地 拱着母羊 想把妈妈拱起来 一起逃走 饲养员 快来把羊放走 对 把它们母子放走吧 快放了它们吧 那三只羊 很快便被动物园的 饲养员 从侧门 放了出来 之后 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羊妈妈 在那种险境下 还是不畏惧地 保护着小羊 把自己放在前面 等着老虎来吃 它一定觉得 老虎吃了自己后 就饱了 小羊会因此而得救 最令人讶异的是 饥饿中的老虎 到最后 居然没有吃了母羊 与小羊 它的行为 让人们嘖嘖称奇 但却没有人知道 是护子的母羊 让老虎 想起了曾经爱它 护它的母亲呢 善待所有的生命 赵祥小时候 家住农村 那时的农村 家家户户都有养猫 赵祥家里 也养了一只大母猫 阿霞 你把这些饭 端去给猫吃 阿霞 妈妈 你怎么给大猫吃 这么多好吃的 它就要生小猫了 当然 要帮它补充一下营养 好了 快拿去吧 吃饭了 吃饭了 来 这是你的饭 几天后 母猫生产了 母猫生产了 一次生下了五只小猫咪 但是当时 农村的小猫太多了 没人要 照想母亲不忍心抛弃它们 就全都养在家里 烦死了 烦死了 父猫怎么生下了这么多讨厌鬼 阿霞 你怎么了 妈妈 这些小猫很烦人 赶快 把它们送人了 村子里每户人家都养猫 谁还会要啊 那就把它们 丢掉好了 它们都还太小了 这时候将它们丢掉 它们是会饿死的 这样跟杀了它们 又有什么分别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小猫里 有只眼睛外围 有一圈白毛的眼镜猫 这只小猫非常调皮 还经常偷吃赵祥的食物 让赵祥对它非常厌恶 总是想办法 要狠狠教训它 哎呀 我的作业步 你这只臭小猫 看我怎么打你 阿翔 你最近考试很辛苦吧 这是爸爸特地买回来 奖励你的 哇 是肉饼耶 太好了 你吃了肉饼 可要考出好成绩啊 要是考不及格 我就再也不会买给你了 爸爸 我这次数学考了一百分呢 是吗 真的啊 我去把考试卷拿给你看 我的肉饼 你这只可恶的猫 还我肉饼 好了 别追了 我下一次再买给你吃 可恶的猫 我一定会报仇的 这一天 赵祥趁眼镜猫 专心吃饭 毫无戒备的时候 一把将它抓住 哈哈 我看你这次还往哪里跑 哼 你这一次跑不掉的 哈哈哈哈 既然你这么调皮 我就给你吃点安眠药 让你安静下来 眼镜猫吃下了安眠药 显得烦躁不安 身子摇摇晃晃 像个醉汉 可是没走多久 鲜血如泉水般 从它的鼻孔里流了出来 接着 它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惨了 它这是死了吗 要是让爸爸妈妈知道 一定会骂我打我的 不行 我得赶快把它丢掉 很快的 赵祥因为残害猫 而得到了报应 它读中学时 突然严重失眠 有时候 一连好几天都睡不着 非常痛苦 只能靠安眠药 帮助入睡 为什么 为什么又睡不着了 怎么了 你又失眠了吗 是啊 妈妈 我很困 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 我好难过 唉 阿翔 我看你 还是吃点药吧 再这样下去 要怎么办才好啊 安眠药 当年 我就是用安眠药 杀害那只眼睛猫的 没想到 今天我自己 也要吃安眠药了 难道 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 因果报应吗 你们听说没有 邻村那个杀猪的王屠夫 出意外了 他竟然被自己的屠刀 刺中了脑袋 我也听说了 他那是杀身太多 遭到果报啊 是啊 世间万物 都是有灵性的 所以 千万不能任意伤害他们 哦 怎么突然这么困啊 夏天原本就容易想睡 你要是困了 就在这里想睡一下好了 这里有树荫 也不热 不行了 我要先睡一下 就在赵祥熟睡时 一只大猫 一只大猫 缓缓地朝他走了过来 这只猫的眼睛周围 是一圈白 它正是长大了的 眼镜猫 你们快看 那只猫好奇怪啊 它的眼睛周围 长了一圈白毛 简直就像是戴着眼镜 是啊 它的样子真奇怪 长大的眼镜猫 突然像发疯般似的 往赵祥扑了过去 并用它尖锐的牙齿和爪子 撕咬着赵祥的衣服 皮绕 救命啊 救命啊 快 快去帮忙 哦 对 我们快去帮忙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天哪 你只猫 怎么会这么厉害 竟然将你伤得这么重 要赶快 把它送到医院去才行啊 对 快送它去医院 赵祥被送到医院后 住了一个月才痊愈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敢虐待猫 也不敢再虐待其他动物了 阿祥 感觉怎么样 伤都好了吧 嗯 已经好了 没想到 那只猫 竟然可以把我伤得这么重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虐待猫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阿祥啊 你可要记取这次的教训 残害动物等同在犯罪 众生皆平等 你伤害了其他生命 最终这种痛苦 还是会返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嗯 我不会再伤害他们了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哎呀 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 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 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弘扬佛法 对整个世界 对整个宇宙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机 生命电视台 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 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 顾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 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 收看生命电视台 顾持生命电视台 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 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 普渡众生的好的节目 动画联系剧 请更好的法师 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 这么好 可以买更好的配备 制作更好的 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 普渡众生 所以各位多关心 多顾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顾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弥陀佛超见祈福 祭随许法 破我法传修法会 恭请尊贵职贡撤赞法王主法 日期106年10月7日 星期六 下午1点至5点 地点 台中市政府广场 台湾大道旁 地址 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 3段99号 主办单位 台中市世界闲密文化展望协会 如需团体报名 请洽0966-366-668 刘师兄将结成为您预约安排座位 各项讯息将随时公告于粉丝专业 新逢重阳节 生命殿市基隆法园寺 举办公送药师金 点腕灯 供腕水 护生 药供 即甘露试试法会 恭请占永法师主法 日期 10月28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 基隆法园寺 地址 基隆市七堵区东新街65向48号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02-2456-2057 上午7点半 于七堵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欢迎多加利用